模特兒走秀展示珠寶 精品 化妝品 還跟知名動漫IP櫻桃小丸子合作 遠東搜狗百貨 壓軸預告週年慶 喊出全台七店營業目標年增8億元 董事長黃晴文 領軍一級主管 公布週年慶目標118億元 在後疫情時代鎖定民眾報復性消費實力 國際精品 因為我剛才談到了機市解封之後 大家考慮到機票的價錢昂貴的問題 還有在週年慶消費 整個折扣換算起來 真的是比較優惠 疫情期間大家重視保養 現在疫後時代 大家就是保養跟美妝病重 受惠疫情趨緩 百貨零售商機持續升溫 原百姓EA13透露 週年慶預購第一天 業績2.5億元成長5% 還出現一名千萬級刷手 買手錶 不分南北 高雄意想時尚廣場 今年首次加入百貨戰局 靠精品及家電商品刺激業績 出現十多個百萬級刷手 而航會廣場20天內 營業額達4.5億元 套二三十萬元買家電的消費者 也有數十名 特定品項的購買 例如說他可能在疫情期間 有一定的消費 他其實事實上他是被抑制的 所以利用把公司週年慶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限定促銷 能夠再一次性的購出 荷包被疫情悶壞了 民眾疫後消費不手軟 但國境解封掀起旅遊潮 恐怕瓜分市場 到其他國家的採購 他認為是更為划算的話 百貨公司他必須要提出一些 主題性的促銷方案 或者是節慶活動的結合 才能夠讓消費者願意 繼續留在國內 做所謂的一個消費的動作 即使市場看淡下半年 和明年景氣 但數字會說話 國內消費力道續強 也讓百貨零售業績 健鴻搶搶棍 新新聞曹生和坤源 參訪報導 適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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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